嘿大家好 感谢你的参与 无论你在哪里观看 我们相信也祈求 你能够拥有一场非常特别的聚会体验 聚会即将要开始 准备好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打开二维码的选项 接下来回到相机APP 对准并扫描二维码 屏幕上方将会出现一个连结 点击连结 就会自动摘入页面 但如果你使用的是iOS 10或以下的苹果设备 或安卓手机及平板电脑 也不是问题 在你脸书的主页 点击上方的搜索栏 然后在搜索栏 右下小小的二维码标志 把二维码与屏幕上出现的框框对齐 就可以扫描 之后屏幕将会自动摘入页面 如果你在扫描二维码方面有困难 我们非常乐意协助你 你可以通过Facebook Messenger 或YouTube的Live Chat联系我们 我们将尽快的回复你 待会儿掌打电话 一集更快 最大的电话 第二天 您是在试图中 就是维码 אר 一碗 是 不可 这 这是 我 我们大学 这 兄姐妹們 讓我們撒出你們的熱情 讓北京來讚美我們的神奪 神多膽 卻懦弱 叫我害怕的枷鎖 不再認同 每一個他們所說的謊言 我 帶著星星站立 向每個情況宣告 全地間的全力 免疫慈祥 全人生的話 我宣告 通過正在蔓延 數天的能力 要醒起 讚美 震撼天地 I am on the side I am on the side 我預備好 回憶裡 給的每個呼叫 我預備好 回憶裡 給的每個呼叫 我 帶著星星站立 向每個情況宣告 全地間的全力 你一次想 全人生的話 我宣告 通過正在蔓延 數天的能力 讓星期 讚美 震撼天地 I promis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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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 赞美你 谁告你就是胜利 赞美你 谁分错你又救出 赞美你 神大人就安博 赞美你 毁灭一次的胜利 赞美你 神灵处在我里面 赞美你 神大人就安博 圣人生的话 我宣告 祖国圈在蔓延 初天的能力 要兴起 赞美震撼天地 I promis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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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在下雨自我生命中 江夏宇 滋润我生命 滋润我生命 明明是我所需要 你们让我们献上我们最好最棒的赞美女本身 咱们一起跳起来 哥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你心心的梦结 我仍然重弱彷徨 像气候不停的花 滋入雷房收盖家乡 而我奔向你 如大雨 尽了你的爱 我奔向你 振脱真意去 不放手 降下雨 自我生命 明明是我所需要 我自己也開始轉眼 掀起正在運行 我感覺你的風在 就是超自然的時刻 我奔向你 振脱與情到你的愛 我奔向你 振脱真意去 不放手 降下雨 自我生命做 降下雨 自我生命 自我生命 明明是我所需要 降下雨 自我生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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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夜中飘步 神经的荣耀 一条圣赞美你 在本夜中飘步 一切都一件的心 我不再一样 在神里面 我们是新造的人 Amen 好吧 让我们将所有的赞美 所有的荣耀 所有的荣耀 都完全地对耶稣 Amen Hallelujah Zither Harp 一切都一件的心 我不再一样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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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名神真是很见很美好的事情 正在让我们静下我们的心 感受神的同在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Y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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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宝雪是最偉大的犧牲 你犧牲了生命 我記得在釋迦的記憶 為我背負所有的傷 為我承受著你的失敗 我的罪我的凶悔 帶你走向死亡 我記得在釋迦的記憶 我記得在釋迦的記憶 但這不是結局 你仍在掌見 你的愛更強大 我身活著 我身活著 全身死亡扶我 我身活著 你掌權到永遠 耶穌以最偉大的 你是神我救助 神活著 我身活著 我身活著 你愛更強大 我身活著 我還記得你在釋迦 你為我 隐藏去我的眼泪 带走了恐惧 你让我找到回家的 正式结局 一人在藏着 你的爱跟强大 从你已经承诺 向你违人坚持 你什么都得了你 神过着 参生死亡的我 神过着 向你长生到永远 援苏你最为的 你是什么都不错 神过着 参生死亡的我 神过着 你长生到永远 耶稣你最为的 你是什么都不错 神过着 祝你的宝雪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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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里拥护我 徒徒 祝祢活着 再放错下 祝祢的保险 永恒离 祝祢的命是放自由 在基督里拥护我 安望祝祢活着 再放错下 神我人 转身死亡扶我 神我神 你掌权到永远 耶稣祢最伟大 耶稣祢的保险 永恒离 祝祢活着 再放错下 祝祢的保险 永恒离 祝祢活着 再放错下 祝祢活着 再放错下 祝你活着 再抱作伤 再抱作伤 祝你活着 听见你呼唤 我向你靠近 一星星向你走去 我心会因你坚定的站立 进入你应许之地 纵然我生命 很多的燃烧我 很多的燃烧我 毫无保留线伤 为你发出光芒 为你发出光芒 你灵我江山 神灵火焰燃烧我 再没有想要更多 既然为你燃烧 永远 既然为你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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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灵我生命 天堂奔 你香火敞烦 你同在朝鱼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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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鱼一间 你三间 前 keeps cesfelic bash 你离开朝鱼一叅明 我离开朝鱼一间 你不离开朝鱼一间 我追 Thoric 你 不离开朝鱼一间 再没有想要的我 只能为你燃烧 永远 只能为你燃烧 是命运行 我们何不认神经历 是你召唤在这里 无法不清醒 此刻是你再次运行 祝我们的路 若生命火焰 点燃我的心 万全分享 祝我们何不认神经历 若生命火焰 点燃我的心 万全分享 祝我们何不认神经历 若生命火焰 点燃我的心 万全分享 祝我们何不认神经历 它已经成立 总 voor我们 事不认神经历 反正 若我 却为你燃烧 明明行 我们何不跟神经历 圣灵调换在这里 无法获勤醒 此刻 神再次运行 祝我们的路 很多生命火焰 点燃我的心 完全焚烧 寻到你生命 祝我们需要 点燃我的心 完全焚烧 祝我们的路 很多生命火焰 点燃我的心 完全焚烧 寻到你生命 祝我们需要 点燃我的心 完全焚烧 各位弟兄姐妹们 大家中午好 这是奉献的时刻 让我们看马太福音 第21章 第21节 马太福音 第21章 第21节 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不疑惑 不但能行 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 只是对制作商说 你若开此地 投在海里 也必成就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 你们若有信心 不疑惑 若有信心 不疑惑 如果 这里耶稣讲到 再次地讲到 信心这个课题 疑惑与信心是相对的 怀疑或疑惑 时常阻止我们去完成 神所托付我们的志望 当我们的心存怀疑或疑惑的时候 我们将转移我们对神的专注力 对神信靠 开始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自己的智慧去行事 导致我们没有完全的信靠神 没有交托给神 很多时候 在艰难的情况之下 我们很难维持我们的信心 甚至我们开始把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艰难看为比神还要来得更大 虽然在我们脑海中 我们知道神是最大的 神是蛮有能力的 但是因为我们无法维持我们对神信心 导致我们停止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激活 所谓信心就是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我们仍然的相信他 我们仍然的信靠他 并且相信他仍然的在掌权 仍然的在动工 教会 今天我要挑战大家 把我们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 他是希在 精在 永在的神 他是我们的供应者 今天当我们给予奉献的时候 让我们存着一颗对神的信心 给予我们最好的奉献 很多时候我们拥有许多的不肯定 许多的挣扎 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的交托 没有完全的信靠神 我们信心没有杂根 没有在你的闻 所以在这里 我要再次的鼓励大家 完全的信靠神 相信他是我们的供应者 他永不离开我们 我们相信 我们知道 神他是信实的神 他是公义的神 我们知道 神当我们建立神的家的时候 我们不至于缺乏 因为神必大大的束缚我们 坚固我们 引导我们 这两个星期 我们将要到新的家 一起来敬拜神 上帝信实的 他的供应绝对是绰绰有余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家 将会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更多人的生命得着改变 得着突破 我要鼓励大家 一起的来建造这个家 所以大家预备好你们的奉献了吗 有关奉献的资料 就在荧幕上 让我们一起透过网上 给予我们的奉献 这时候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在我们生命里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感谢你 让我们有拥有这个福分 一起的来建立这个教会 让我们今天能够完完全全的 来依靠你 信靠你 我们知道 无论世界有任何的动摇 你必要与我们同在 你必要保守我们 看顾我们 兼顾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 神你仍然的掌权 主啊 求你继续带来引导我们 兼顾我们信心 引导我们到属灵 信心的另一个城市 也求主你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突破 可以得到改变 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让我们 这时候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祷告祈求 那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大家一起说 Amen 各位听众姐妹们 今天是圣仓主日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一起的来领受圣仓 神自爱 这是一个千年不变的道理 祂是爱我们的神 祂是满有恩典 满有怜悯的神 今天 当我们来到神的赐恩宝座前的时候 让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 谦卑的心 来向神祷告 如果我们有任何的罪 求神来赦免我们 怜悯我们 让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来冒道 哥林多前书 第十一章 第二十三节到 第二十六节 我当次传给你们的 是从主领受的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注信了 就剥开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拿起这饼和杯 把饼吃了 把杯喝了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 今天我们来到神 你的赐恩宝座前的时候 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的心 求你来怜悯我们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因着你那十字架上的宝血 让我们拥有新的生命 新的盼望 感谢耶稣 祷告祈求 那是奉主耶稣 基督名求 大家一起说 Amen Hey Odessity 感谢你和你的家人朋友 一起收看我们的聚会 我们非常期待下周见到你 准备好参与我们在StreetSkiko Mansion Center的第一场周日体验了吗 记下日期 邀请你的家人朋友 我们11月8号见 新会所地点就在6楼 以下是聚会时间 英文聚会将在早上10点半进行 中文聚会将在下午2点半进行 跨越终于正式发生了 我们迫不及待的想和你 及你的家人朋友 在我们的新家一起庆祝 只要向你的A-Life Coach 或Pastor 登记你的家人朋友 感谢你的收看 下周我们在StreetSkiko Convention Center见 Bye 教会 笑好 我们再一次在晚上和你见面 这是Audacity Malaysia的历史性的一天 上个星期我们告别了过去8年的家 而下个星期我们将在新的SQCC 我们的新家做聚会 但是今天这个星期天 我们大家都待在家里 以小组或是家庭的方式来做聚会 在我们完成这新的地方的最后准备时 我希望我们可以记住 我们如何到达这里的 上帝如何祝福了我们 上帝如何为我们供应 在这个世界正在经历面对全球性的 关闭的季节中 上帝如何在幕后工作 我们一同来看 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四节 十二章十四节 我们先来看这个版本 圣经说 这一日必做你们的纪念日 你们要守这日为耶和华的节 你们要世世代代守这节日 做永远的定列 教会听着 这是犹太信仰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了 四百三十年来 以色列人一直在埃及 居住 但是像个外人一样 他们被当时埃及的国王法老 给服役了 他们都是奴隶 所以受到了磕带 受到了虐待 受到了压迫和强迫的劳动 听着摩西一次又一次去到法老的面前 求法老让他们得到自由 一次又一次 法老拒绝让他们自由 而每一次都发生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 九次上帝给埃及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因为他们没有释放以色列人 而且还继续的 继续的苛待他们 教会听着 现在来到第十个了 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个时刻了 摩西再一次去到国王法老的面前 要求释放以色列人 国王再一次拒绝了 而这次的灾害 将是所有灾害中最严重的一次了 这一次 每个埃及家中的长子都会被处死 从牢房里的囚犯的长子 到皇室里的王子的长子 圣经告诉我们 整个埃及没有一个家 没有使者 听着教会 最后 由于这个巨大而高代价的事件 法老释放了以色列人 自由地去崇拜 自由地去跟随上帝 为了纪念这个上世 而释放生命的季节 上帝赐给摩西和以色列人 这个玉月节 听着教会 这是一个玉月节 玉月节 这是一个敬拜和欢庆的日子 这是一个记忆的时刻 和一个庆祝的时刻 教会听着 这星期 对于我们这伟大教会来说 是值得纪念的时刻 现在 在这时候 记住上帝的良善 现在是时候 我们记住并庆祝上帝的信实 是时候 记住并庆祝他 他在我们生活中 仍然做伟大的事情 教会听着 The crossing 记住 从哪里开始 主在这里 要我们记住 直到我们去到天堂 对于他们 以色列人当时也是一样 上帝要他们记住 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这是教导孩子们的时候 并提醒自己 上帝有多大的伟大 那时候 纪念 可以帮助我们记住 发生在心中重要的事情 整本圣经中 上帝都规定 我们要有这种纪念 他在我们的生活中 建立了 建造纪念的习惯 记住 耶稣 耶稣 在我们每一个生活中的事情 所做的 是对我们有益的 我再说一次 耶稣在我们生活中 每一件事情所做的是 对我们有益的 在圣经的意义上 纪念 纪念 这个星期 我去 上帝都一直在我们生活中做伟大的事情 你知道吗 教会 去年 在这个时候 我们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建筑物 或是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我们听到 这SQCC 他们正在寻找我们 他们让我们把这个 这个会议中心给租下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谈了 然后谁知道 发生了这个疫情的问题 我真的相信 什么事情 就从此结束了 没有可能再进行的 也许这不是 上帝要给我们的 我就把它放在后面了 但是在新的内处 有某种东西在 在催促着 一直要去思考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 然后 行动管制令 放松了 他们再次 回来跟我们交涉了 我们需要的 我们想拥有的 我们想要做的 经过了几个月的 几个月的洽谈之后 我们获得了 我们想要的交易 也开始 签了那个文件 然后呢 上帝提出了一个 一项计划 为这个新地方 筹集资金 现在 我们离 搬到这新地方 只是一个星期 odacity 记住 记住 odacity 是在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季节 是当世界在萎缩 人们生活在恐惧中 上帝给了我们这个地方 他为我们供应了 他给了我们最好的 记住 一切从哪里开始 我们有些人 忘记了 一切从哪里开始 上帝在哪里 创造奇迹 突破 满意的 你还记得 你走进这教会的 那一天吗 是在 Primatangio 或是在Bio 或甚至是在 Island Plaza的时候呢 还记得你得救的那一天吗 还记得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被拯救的那一天吗 还记得上帝祝福你的那一天吗 还记得上帝带领你得到你的伴侣的那一天吗 还记得上帝给你孩子的那时候吗 记得上帝如何提升你那一天吗 买到你的房子那突破 还记得上帝与你同行的那一天开始吗 不要忘记 上帝在你生活中所做的一切 记住 教会听着 当你记得时 你会建立纪念 我们还需要在我们生活中建立纪念 他使我们记忆 保持鲜活 他可以为某些著名的事物持久的保证 上帝曾经医治过你的身体吗 建立纪念 上帝曾经帮你走出你的酒饮吗 建立纪念 上帝曾经帮助你脱离毒品吗 建立纪念 上帝让圣灵充满你吗 建立纪念 上帝是否将你从那个深重的困境中 拉出来吗 然后让你站在正确的道路上 建立纪念 上帝曾经满足过你的财务的要求吗 建立纪念 上帝曾经帮助过你吗 建立纪念 教会听着 纪念上帝为你一生所做的伟大事件 他对我们很好 他祝福我们是无法估量的 当我们不应该得到的时候 上帝对我们太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在网上进行这聚会的原因 当我们等待这新的建筑物进攻时 其实我们可以找某些地方来做聚会的 但是我希望我们在网上做这个聚会 以纪念上帝 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聚会 这聚会使我们想起了几件事情 首先 他加强了你自己的信心 我们太多时候忘记了过去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 因此我们对未来没有信心 如果我们的上帝能在最坏的情况下 给我们最好的 那么你可以指望他在任何情况下 都会给你最好的 他总是兑现他的承诺的 如果你可以在这个季节做出牺牲 并付出 你们有多少人知道 你的信心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圣经说 在马太福音17章20节 马太福音17章20节 耶稣对他们说 因你们的信心小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像毅力皆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里移到那边 他也会移过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教会听着 如果你在这个季节感于相信上帝 那么你将没有不可能的 上帝会证明 证明你对他的信心 他会兑现他的应许 我听到了见证 当人们完成了他们所承诺的 上帝祝福到了他们的生命 听着 记住上帝过去所做的一切 因为他将在下一次做更大的事情 还有 他也加强了他人的信心 你建立 纪念不仅仅是给予你的 而也是给予他人的 听着 如果上帝为我们做到的 上帝也能为他们做到 我们是很多人的见证 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以及我们愿意牺牲而服从 他的意愿 正为世界 全世界如此众多的教会 作为一个纪念 在许多地方听到了 有关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消息 我们可能不是一个大的教会 但我们有一个大的神 我们或许在教会中没有最富有的人 但在我们教会中有最慷慨的人 你是很多人的见证 再听着 the crossing 记住上帝赏赐你所在的地方 听着 没有耶稣过去的作为 我们就不可能有现在 当我们回顾过去 当我们回顾过去 并记得上帝 并记得耶稣为我们 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时 我们就有勇气和信心 去信靠上帝满足当今的需要 我们当中许多人 现在活在一个失败的生活里 因为无法记住过去 我们的上帝并不是软弱的 并不是那个无法完成的或是成就的 他是一个强大而巨大的上帝 总是为我们成就的 我相信我们中有些人 看到上帝 看到在上帝里面获得的胜利 但是有些人却不能看到他们在上帝里面得到胜利 原因是因为他们把上帝放在一个箱子里面 我们认为如果上帝上一次做了 他会用同样的方式在这一次做 但是听着听着 应许始终是相同的 但是方法总是不同的 教会听着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上帝有时分开大海 有时他要你站在水中 有时一个果腹什么都没做 只做了一根饼 另一个果腹必须去借七名 有时他伸手 治愈了失明的 有时他却在眼睛上涂上的泥浆 结果相同 过程不同 听着 上帝现在正在这教会里面做有力的事情 上帝现在正在你的生活里面做伟大的事情 开始相信并期待 上帝现在正在做那些事情 现在就是那时候了 我们要为现在相信上帝 不是某一天 或是有一天 但是是现在 是今天 我正在 我正在为你的生活 发生变祸 而祷告 以使你 对自然 和超自然 有影响 不是下个星期 不是下个月 而是现在 满意 已经在这里了 别等了 立即进入 现在 不要等了 他在这里 是给你的 听着教会 the crossing 记住上帝再次肯定 我们更好的未来 当我读到出埃及其十二章时 我想起上帝正带领他们走向 走向他们 他应许他们的未来 以色列人以为说 他们被拯救 被释放从埃及 是他身上最好的事情了 但是让我告诉你 最好的事情是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所以audacity 我想告诉你 过去的十五年非常好 过去的三次的搬迁 我们都成长了 但是这一次是最好的 我们一同来看以福所书 第三章第二十节版 上帝照着 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听着 上帝是一个永远超过的上帝 他是一个超出人期望的上帝 如果有需要 他是可以做得更大的事情的 如果你需要医治 他将完全康复你 如果需要突破或奇迹 他将分开大海 食物从天掉下来 河水被挡住了 河水被挡住了 城墙倒塌 他总是 比你想象的 多得多了 在五饼 二鱼喂饱五千人的奇迹里 我们看到了耶稣 怎么用那么少的 来喂饱那么多的 我们一同来看 约翰福音六章九节到十三节 约翰福音六章九节到十三节 这里有一个孩子 带着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 但是分给这么多人 还算什么呢 耶稣说 你们叫大家坐下 那地方的草多 人们就坐下 男人的数目约有五千 耶稣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分给坐着的人 也同样分了鱼 都照他们所要的来分 他们吃饱后 耶稣对门徒说 把剩下的碎屑收拾起来 免得糟蹋了 他们就把那五个大麦饼的碎屑 就是大家赤身的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各位听着 即使门徒们 曾经看过耶稣做了很多的奇迹 但是 他们却 无法相信这个奇迹 这就像我们 这就像你 像我 过去上帝 为我们成就了多么 多少次的奇迹了 多少次我们曾经说过 上帝为我们做了这些 最后做了那些 如果不是上帝的话 我们现在就会被在这里的 但是我们却不敢相信上帝 将来 会是更多更好的 教会 如果奇迹 在这第十二节 就停止了 那将是一个 巨大的奇迹 五饼 二鱼 喂饱五千人 停止了 如果奇迹 在Illand Plaza就停止了 伟大事情在Illand Plaza就停止了 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信任故事 但是关于你的上帝 我的上帝 这里的事是这样的 他不知道如何停止伟大的事情 因为他 因为在他里边 总是有更大 总是有更多的 在十三节中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收集了 十二个专门 专门鱼和饼的篮子 Audacity Malaysia 听着 耶稣是超越所需 所要的神 超越所求 的神 耶稣是每一个 每一次做超过 我们所求所想的 他不是一个少给我们的 而是祝福我们丰盛的神 他不仅向你应许天堂最好的 而是现在应许你最好的上帝 上帝永远 上帝永远是超过的 是不可 估量的上帝 所以 听着教会 The crossing 是上帝的一种方式 来对我们说 我们将经历 上帝 上帝更大 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 如果我们敢与相信他 你认为过去的十五年 很棒 再想一想 接下来的十五年 会是更大的 接下来十五年 会是更大的 听着教会 因此 让我们做好准备 前进 到我们的新家 相信 我们将看到 最大的收获 最大的祝福 和厚爱 以及上帝 最大的举动 教会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我们进入 我们的新的家吗 我相信 你都准备好了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在这个十一月八号 当我们进入我们 新的家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朋友 把你的家人 一起邀请来 一起来欢庆 一起来见证上帝的伟大 不要自己一个人来 翻过去跟你旁边 那个朋友 那个家人说 邀请 朋友 家人 一起来 好 让我们大家 低下头 我为大家祷告吧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你一直在我们生命中 做那伟大事情 你是一个伟大的上帝 在这十五年 你都一直陪伴着我们 一直在这教会 做伟大的事情 让我们看到你的神迹 让我们看到你的厚爱 让我们看到你的祝福 但是主啊 我们今天相信你 更好的更伟大的将要发生了 将我们要步入 要进到我们新的家的时候 在这SQCC 主啊求你的灵 先充满那整个地方 我们知道说 你将在那一个地方 做更伟大的事情 更多人 要来认识你 所以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你是如此信实的 感谢你 赞美你 这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我们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 在SQCC见吧 谢谢 再见